你先冷静一下 你不要这么冲动 你还想替他解释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参加训练 就是因为他 他当初害过我 我怕你走我的老路 喂 真一 你能下来一趟吗 我有话要跟你说 邵北生在了解到 武器和沈正义妈妈之间的恩怨后 十分担心 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沈正义的妈妈现在不让她参加亚洲杯 万一又要给沈正义办退队该怎么办 邵北生在向沈正义解释过 过去庄月和王丽敏的恩怨后 也承诺沈正义妈妈这边交给他 让他安心训练 于是邵北生请了两天假 一大早就准备好蹲在沈正义家门口 等着岳母出现 王丽敏出门总感觉不对劲 便看见邵北生一直在一旁 既就不打一出来 也不想理他转身便走 邵北生看见马上跑过去 向沈正义的妈妈解释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王丽敏却不想多听什么 直接告诉邵北生不用给他妈妈求情 自己是不会听的 邵北生现在只希望王阿姨不要生沈正义的气 毕竟马上要亚洲杯了 他不希望沈正义和他的母亲会有什么矛盾 影响比赛 王丽敏见邵北生是为了沈正义 心里的气消了不少 邵北生在一旁为了哄乐母 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又是板板灯又是端插地水遮太阳 找到机会便说沈正义在竹风训练有多么努力 为了筹备亚洲杯付出多少 王丽敏的心情也比原先好不少 原先得知庄月回国 未来打算就是找他解开心结的 只是没想到庄月是沈正义的教练 心里是又气又急 现在邵北生虽然一直给他解释 但还是无法轻易原谅庄月 可是为了女儿 那就再找一次他吧 但邵北生建议岳母要再去找自己妈妈 整个人都慌了 连忙说阿姨你不能让沈正义离开竹风 他真的非常喜欢短道素滑 而且还非常有天赋 王丽敏看见邵北生这么为女儿着急 便什么也不愿说 就让他先着急着 邵北生在这干着急 之后提前给母亲发消息 庄教练看见邵北生发的消息 自己是要跟王丽敏好好谈谈了 不管两人的恩怨能不能解决 还是王丽敏会继续恨自己 都要先让王丽敏答应沈正义亚洲杯参赛的事情 但庄月见到王丽敏的那一刻 心中也十分忐忑 谁知王丽敏一开口就说 过去的恩怨先放一放 我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沈正义来的 不管之前怎样 但是现在即便沈正义在你手下训练 要是他出现什么问题 咱们的薪酬就愿一起算 庄月见王丽敏这么说心总算放下 连忙答应了 邵北生在一旁连忙谢岳母 这也算解决了一件事 王丽敏在一旁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沈正义放心训练 自己变不过去了 让邵北生跟沈正义先说一声 沈正义在知道母亲不再生她的气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和庄教练的恩怨该怎么解决 只能慢慢再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